这个由140多个滚筒洗衣机搭起来的住宅大楼 叫做中营胶囊塔 和传统禁止的建筑不一样 这座大楼更像是一个外星有机生物 它被设计成每一个房间组件都能单独更换 像生物新陈代谢一样的更新迭代 很可惜这么酷的设计 4月12号就要拆除了 所以这期内容我想浪漫一点 赶在12号这天去送别这栋建筑最后一程 当然就我脱根的懒惰程度来讲 当你们看到视频的这一刻 它应该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中营胶囊塔于1972年建造 设计师为黑川纪章 当时日本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期 考虑到未来的人口流动与增长 于是便有了移动胶囊住宅的奇思妙想 红色部分是整个建筑的两个核心水泥塔 胶囊房则是在工厂完成 每个房间都是10平米 运输到现场安装 按当时的想法是每25年维护更换一次 胶囊塔最多可以使用200年 没想到从建成到现在50多年 一次也没有维护更换过 期间最有机会更换翻新的是2007年 没有找到合适的承包商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随着年久失修设备老化 工作系统漏水等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业主也越来越多搬离这里 于是最终决定 4月12日拆除这栋建筑 毕竟以后就看不到了 我发现今天过来送别的人特别多 以后我一样拿着各种设备记录影像的 也有的只是呆呆地仰望着 想多看一眼记录在老海里的 整个氛围出奇的感人 我想说胶囊塔的设计与科技感 其实放到今天一点也不过是 只不过终究没能抵挡住社会经济的 新陈代谢罢了